这条新华社的新闻很短 短到即便加上标点 我仔细数了一下 也只有不到120个字 全文如下 当地时间1月30日上午 新一轮中美经贸高级别磋商开幕式 在美国白宫爱曾豪威尔行政办公楼举行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国务院副总理 中美全面经济对话中方牵头人刘鹤 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 财政部长姆努钦等出席 本轮磋商于30日至31日在华盛顿进行 确实很暗 但脉络非常清晰 时间是当地时间1月30日上午 地点是美国白宫 爱曾豪威尔行政办公楼 人物是这边是刘鹤副总理领先 那边是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 财政部长姆努钦等参与 事情是新一轮中美经贸高级别磋商开始了 现在很多人也知道 新闻越短事情越大 这条新闻正是如此 当前正是中美的关键时刻 这次经贸磋商更是世界瞩目 刊幕式一举行 世界各大媒体都发了快讯 这是一个新的开端 现场传来的消息 就很不寻常 中美高级别谈判进行中 现场这一幕很不寻常 二 一张长条桌 镜头是中美两国的国旗 中方坐在会议室靠窗的一侧 对面则是美方的各位大员 会谈前和开幕式上的几个细节 就很有意思 细节一 美方高度重视 开幕式开始前 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和财政部长姆努钦 分别与刘克副总理合影留念 随后双方进入会议室 按照现场人士的透露 对这次磋商美方是高度重视 当天的开幕式 除莱特希泽和姆努钦之外 美国商务部长罗斯 白宫经济委员会主任库德罗 白宫贸易委员会主任纳瓦罗等鹰派 鸽派 重量级人物期数到场 事实上作为很不寻常的举动 中方代表团28日抵达华盛顿后 白宫第一时间发表声明 以特朗普总统的名义 对中方代表团表示欢迎 此外美方还宣布 这次磋商结束后 特朗普将会见刘克副总理 细节二 现场气氛还不错 据知情人士透露 在会议时坐定后 作为美方牵头人的莱特希泽 一开始略嫌紧张 一声不吭 在记者们拍照期间 双方都没有任何表态 应该还在倒时差的刘克副总理一行 表情都很自然 随后莱特希泽打破沉默 聊起了去年12月1日的阿根廷中美元首会晤 他讲完大家都笑了 至少这个开幕式 基本还是不错的 谢杰三 姆努钦的澄清 就在这次磋商前 外界注意到 美方大阵仗对中国华为公司提出了23项情势指控 并要求引渡孟晚舟 美国人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 应该也是针对外界的疑虑和批评 美国财长姆努钦29日向外界澄清 这两件事真没有关联 不应该被混淆在一起 他是这样说的 你可以很容易地将这些问题分开 按照他的说法 他本人也是直到当天 才知道有关部门对华为提出了刑事指控 姆努钦的表态 应该是代表了美国官方 信与不信 大家可以自行判断 三 这次磋商世界瞩目 怎么看 不想长篇雷读 简单三句话 第一句 贸易战两败俱伤 双方最终还是得回到谈判桌前 事实上会议桌两侧的不少人 都可以说是老朋友了 第二句 谈判是火鞋的艺术 合作是中美最好的选择 只要有诚意 其实就没有解决不了的问题 第三句 中方很淡定从容 接下来双方肯定会为了各自国家利益 对每一个问题认真挫伤 但美国人也清楚 中国捍卫核心利益的立场始终坚定不移 今天这个话题就聊到这里 喜欢的朋友请点下关注 谢谢观看 谢谢观看 谢谢观看